十号一共被废过几次 最终都是怎么逆袭的 十重稳坐皇位 十号却被囚禁地牢 一身疯王的实力全数被废 人皇失恋的结局 显然出乎众人意料 但这对于十号而言 不过是一场魔力 纵观其一生 被废的经历不止这一次 至尊骨被夺 幼年的十号 便已遭遇过被废的惨痛经历 单纯如水的他被骗入地宫 亲眼看着自己的至尊骨被剥离 原本的至尊之姿 荡然无存 就连活下去的希望都极其渺茫 不过石子林夫妇并未就此放弃 不仅亲手承接了恶府 还带着十号四处求要 机缘巧合之下 将其留在了石村 在祖传单方的滋养下 石号不仅恢复了生机 体内的至尊血也开始复苏 再加上柳神亲自指点 石号重新踏上了至尊之路 肉身之力比肩纯血凶兽 石胸宝树信手拈来 再得朱雀涅槃池洗礼 胸口的至尊骨再度复苏 夺骨的重铜石翼 也被石号亲手斩落 小师之名 威震八玉 纵使至尊骨被夺 石号体内的至尊血依旧滚烫 这也是他逆袭的关键所在 人皇试炼 荒玉大劫骤然降临 这对于石号而言 本是一次莫大的机遇 各界尊者纷纷消失 列镇静的石号借助道则碎片 再度修成了同阶无敌 荒玉之内 能与之抗衡的唯有三教 未曾想 三教首席未能制裁石号 人皇试炼反倒 让石号再度陷入绝境 黄道龙器所化的金龙 毫无留守之意 出手皆是灵力的杀招 石号不仅要保全自身 还要护住石虫 束手束脚之下 最终还是被龙器重创 三教之人这才有机会 重新控制住石虫 将重伤的石号囚禁在地牢之中 石号这次的境遇 显然比幼年时更差 父母失踪 柳神退隐 小塔也藏身在世界宝盒中 不敢现身 唯有自救 才可脱身 待石号清醒后 定然能找出生路 人皇试炼之所以 阻隔三教之人 定然是不想让石国基业 落入外人手中 唯有石号才能激发出 中央天宫大阵 显然这是为他提前准备的 人皇绝不会 真正让石号陷入绝境 这对于石国而言 百亥无一例 因此可以断言 石号功力 被废不过是幻境试炼而已 只要他能看破这一点 定然能够从幻境中抽身 从而获得黄道龙器的真正认可 这一点 从预告中也得到了佐证 石皇留下的影像 不仅亲自指导了石号一番 还当众颁下法旨 宣布石号继任新皇 石号本人悬浮半空 金龙守护在身后 哪有半点修为被废的样子 诸神之战 但守护石国之战 才刚刚打响 三教首席不过是先锋 石号纵使震退众人 秦夏月禅 也只是稍稍平定了石国局势 他将面对的 还有三教尊者的讨伐 借着皇宫的神灵 阵法与皇道龙器 石号连斩六大尊者 勉强挡下了这一波攻势 但三教之人不惜联手 破开两界壁垒 派出七位点燃神火的尾神下剑 这对于烈镇静的石号而言 显然是超出了承受范围 好在皇宇内古迹众多 石号身边也多了毛球和朱雀助力 七位尾神被逐个击破 最终止于下最强的一人 但石号的手段也几乎用尽 为了天下苍生 唯有孤身应战 最强之人名为皇宇 本是仙鹤一族的至强者 还背靠仙殿 寻常手段几乎无法伤其分毫 石号不得不再次祭出 还未完全掌握的至尊骨 石号胸口金光大胜 轮回神光将皇宇完全笼罩 皇宇迅速变得苍老无比 皮肤松弛 头发血白 石号趁势劈出一剂手刀 想要就此将其终结 不料皇宇以肉身应接手刀 但并未避命 受伤之后 反倒生机蓬勃 伤口迅速愈合 状态也恢复到了巅峰 他不过世界石号的至尊之力 融合体内的神丹 石号陷入绝境 只能夺路狂奔 一路上 石号的不甘与对亲人的牵挂 不断营绕 心中 最终决定拼死一搏 将至尊骨再度剥离 凝聚石号权力一击的至尊骨 直接洞察了皇宇 即便是对方寄出先殿阻挡 也无法挡住至尊之力 不过在其临死之前 他以先殿的残块 炼制成诅咒之花 并将其植入了石号体内 包谷加诅咒之力的侵蚀 石号的生机迅速消散 但最终 还是被柳神的柳条 保住了最后一丝 让石号与亲人告别 并交代后世 但一切都安排好 石号终于长眠在石村 但荒天地的故事 并未就此结束 武色却不知从何处 叼来了一株不服草 将其种在了石号的坟头 黑暗中的石号 最终再度被唤醒 诅咒之力被其完全斩尽 这次的闲死还生 注定石号将踏上不朽之路